上場狂投117球 九局玩頭玩瘋的Chris Tillman 只剩四天就因被總教練擺上了場 結果希望 Tillman 客場四勝的威望 變成被碰打的愛生 No throw and triple and two RBI's for Marte Tillman一舉下 就被打得千窗百孔狂丟四分 沒想到海盜四分帶首 Wendy Rodriguez 完全不夠用 Goodbye home run How about that Nielson Cruz 陽春暴率先出爐 二局上精英大軍敲出伍智安打 達了整整十億人次 攻下六分大局 重新要回了領先 夠嗎 當然不夠 二下又是連續伍智安打 攻下四分大局 海盜再搶回了8比6領先 兩邊的先發投手成了炮灰 通通投不滿兩局就下場 後頭靠中繼後援撐場面 七局從四五六棒連續出現安打 帶打了Steve Pierce 再敲出右外野方向平飛安打 經追平兩分落後 8比8 不過又只過了一個半局 勝利 勝利再度溜走 海盜未來的主戰博手 Tony Sanchez 敲出強勁的右外野方向安打 再場同一敲前分 雙方你來我往的打擊大戰 也終於該劃下句點 靠著海盜中繼者 Melanson的再建三振 海盜9比8一分顯勝 基因終止對海盜的六連勝 在美聯東區的排名 也落到第三 明星晚鈴早上周庭 綜合報導